不能隨便當標籤的啊 對 來 帶進去 進角落 哇 進角落就不然沒有 還好 還好 沒有被講 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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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二人反應真的很快 二人反應真的很快 他馬上就想要 看到對手隨時就想要把他打下來 是 可惜太遠了齁 OK 好 這邊 他們有點小賺喔 出角落了 拉開 先把距離拉開 打力回 其實開要多利用他60K 哇 不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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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就是不能差 是 他蹲陣就不開鼓掌他 看來要面對著 穿坡 照相穿坡 OK的 看來要面對的問題就是說 他到底要蹲陣 還照發坡 對 因為一發坡他還輸去幾次 是的 對 然後 而且看啊 你看他選的是VT2喔 是 沒有打殲滅掉用VT2 對 對 因為 這樣你的滯空拳會更強 因為你一直發坡 而且打到一次腳刀的回饋值會更棒 對 對 不讓對手更不敢跳的票 但是我覺得 恩兒還是會跳 因為我其實也是蠻大膽的玩家 哇 直接用腳刀發坡啊 對對對 腳刀發坡 這個就是一個完美腳刀 對 完美腳刀 我一直都覺得VT2是一個完美腳刀 喔 來了 反向腳刀 這不就是我們小時候打的降龍快逃嗎 是 而且 而且開了VT2有個很棒的性質 就是他VT2的時候 他的腳 一個腳刀性質會改變 是 他可以打到正上方的人 而且他會轉向 剛剛 就這麼樣 解摔了 嗯 解摔了 你被 千明的六伏重拳打到 看一下 沒辦法 沒有沒有 我說真的 這個其實所以有 Tommy有講到 對 千明那個走出的太快 他在前面換一換去 真的會忍不住 忍不住啦 真的 那 對呀 就這樣 你怎麼可以 榮擁著一個在裡面一直走來走去的 對不對 是啊 你會想點他或解摔嗎 一定會啊 對啊 OK 來 還是一樣 蹲著不可暈 腳刀 蹲著不可暈 暈啦 OK 這一盤非常棒 他不完全打出凱爾 在這個隊伍上最棒的優勢 該有的優勢 對 而且他有發現到上一場啊 因為他最後尾登的時候 他沒有急到氣 他現在就把這個動作給做好 是 那千明就沒有辦法再插錢 隨便插錢 是 其實這個隊伍凱爾最需要做的就是地面 對 你一定要阻止地面 被千明打進來 因為地面戰的時候 千明的拳腳是比凱爾長走的 但是凱爾有波 對 對 OK 感覺NL開始用VT 把V反 稍微有點消極一點 好 這個NL會故意把這個 血流著 讓凱爾不敢發行波 對 啊這失誤了沒有連段 不過沒關係沒關係 還OK 還行 這個時候不能發 有距離發波一定會被抓 除非他故意要讓他把血用掉 對 對 大概可以用血換 讓對手把血給用掉 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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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技能 還沒有還沒有還沒有 因為他有個性質 他爆不進之後他的血傷害會下降 對 因為他不是V1的 他不是V1的 啊 啊 啊 有沒有有沒有 這個補戰有點多 可是50%保證可能會差 有可能喔 OK 帶走帶走 對對對 哇 沒辦法 因為 Haku剛剛已經把這個都用掉的情況下 他在護身的時候是會比較偏弱 沒錯 對 哇 Haku感到有點可惜啊 是 因為他前面的東西做得真的還對起來不錯 對對對 那最後就是一個被扛 就是被個2MP扛下來 是是是是 VT空殺真的像 對啊 可能這樣就這樣 然後摔 摔 摔又 真的是實在是很偷痛啊 哈哈 在你前面這樣走來走去 到底怎麼辦 真的會受不了啊 哇你怎麼可以有人走路走那麼快啊 這進我的籃球 我覺得Haku真的打得很好 對 雖然說低盤輸了 可是後面還有得強 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Haku打起來真的還蠻厲害的 是 大家看得出來的話 Haku真的很年輕 我不知道他到底 現在幾歲了 我記得他一開始進不動 呃 一開始進那個 摩摩基學校的時候 他還是跟 就看起來像海高總生啊 他好像普通的海高總生 他好像普通的海高總生 真的很不簡單喔 對 這麼年輕 而且你看喔他現在已經差不多可以打到有點像企業感覺了喔 是 沒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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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現在已經是職業 他是浮動戰隊 哦 浮動 對 浮動戰隊 就是摩摩基學校旗下的戰隊 學生職業選手 OKOK厲害厲害厲害 這個學校真的是厲害 我直接硬前跳得成了 哇 不可以不可以 打 前面不可以垂直跳啊 他的凹不是隨著跳躲的 對 好來 我爆B了 先B翻 B翻了不管了 OKOK正式有滅掉 OK CM滿了喔 恩惹這邊應該蠻緊張的 喔喔喔喔喔喔喔 漂亮 欸 我要射第二發 好吧沒關係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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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送掉 好危險 對 他射第二發好危險 不會不會不會 前面的EXE SPY OUTLOW其實不會穿到底 到尾端了 是是是 所以第二發很沒必要 因為已經到射遠端了 又不會磨死射第二發真的很沒必要 要留著資源啦 是 留著資源會比較好 他現在就沒資源了 被壓的時候 恩惹就比較敢壓他了 所以你可能也是那種恐懼感 啊 你不要在我前面 喔欸 腳都沒出來 哇 這個被打換邊沒辦法 看不出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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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恩惹他的進攻真的很實力 不能不講 然後每次把他都有塞一角 感覺對手就是 逆行死 除非他自己持武 不然真的很不好出這個角落 喔 喔 喔 心跳不錯喔 是 那個位置有點不太好對頭 看 因為已經失去角落了 OK 蹲著就不夠了 我靠 地面站要靠6HK 到地面可以躲在前面 然後躲掉 哇 絕體絕體 被擋住了 慘了 腳在背後 先B版 好 先B版 OK啦 先把他拉開 喔喔喔 這機器先算好 哇 大家看上席耶 可是他沒有看到他的那個氣沒滿 我猜的 因為那個地方 一插失敗也可以啦 對 可是不會變聖龍指令啦 聖龍指令的話就有點誇張了啦 聖龍指令應該是想要騎耶 因為人都在那邊 而且你下來落地硬直 那個大到一個誇張 對對對 所以你看剛直接卡古6HP來個CC Crush Counter 然後直接就進去 這邊是恩和的一個大失誤 非常大失誤 對 而且 1比1囉 現在是1比1囉 對對對 卡古這一盤就打得很漂亮 嗯嗯 常常他一直在立回上面啦 全角上都選擇都做得非常好 因為我們其實在對戰上來講 搶在搶搶上的盤數 都是一直在刪減我們做錯的事情 對 不斷地修正 卡古這邊就有把他之前做不好的事情 都慢慢把他修正起來 對 然後每一個 現在因為打32搶 現在大家都很認真喔 就一定要換個腳 讓我的輸掉我一定要換我一下心情 而且我覺得壓力在恩和這邊 因為他的進攻攻勢有點被對應到 剛剛應該是想要用腳刀 對對對 其實先補爆 對 你這樣子一直被牽制在外面 你真的會壓力會越來越大 因為你會發現就是 我怎麼打都打不進去 我怎麼打他都會對應你 那個壓力真的是蠻大的 照相發波 OK 四摔往腳摔好 哇 卡古國難前跳 可惜 被二樓打掉 怎麼辦 哇 不敢動 不動啦 不動不動不動 哇 因為我還用腳刀 可能回去被老師發 真的 我這邊也改得很快 因為哈古這個 第二時間前跳 他前面做過一次 對 然後我把他們就發現 就前跳中腳把他打起來了 那一定不是衝殺失誤 他只是想要 他只是反應到的 嗯 說 你又來了 我一定要把你打掉 對 我覺得就是到這個 這個階級就是這樣 同一招真的不能用兩次 他們都會做出對應 對 一定會做出對應 哦 哦 我不換邊 打到前面 對 而且他機器超快的 沒有 5MP 打到很ok的 對 5MP 打完就很ok的 對 5MP 打完就很ok的 哇 竟然直接用這個 直接用耶 哇 搶對空就被打到 好 換你囉 換你囉 剪斷 不能卻 哈古這邊要忍耐 好 摔 沒關係 摔 摔 再一次 呃 怎麼用這一發的 不一定做出效果 OK 有效果了 來了 怎麼辦 哈古 哈古 還有最後一次機會 對 前面一反正確選擇 哇 正確選擇 真的是正確選擇 那個地方因為 那個是那個防禦指中的關係 對 前面玩家不會第一時間選摔 沒錯 你那個V反就會變得很難反應打摔掉 因為前面最喜歡摔就是在我的2LP跟5LK之後 是是是是 這攻擊之後是不太可能直接摔的 哎呀 想要 哦 再一個 也是一個機會 我覺得他撿回上一場 其實這一盤就應該要想辦法打出一點東西 剛剛有點想要退康 嗯 OK 這個被招海星 傷害不大 NL 被招一次 OK 但是現在NL沒有支援 沒有支援 哦 被招向來了 YES 插發手 哇 他有大一個嗎 200多傷害啊 這被招到可是距離太遠了 哇 又凹 還好 還一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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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OK OK 合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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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第二次先試試 躲掉了 哦 NL很想要 再壓一次 哇 啊 很懊惱啊 其實我老實講 他的血量 還可以承受一次